尤家体内病压惊 丘建医院 经理辩 bats 国外同学 三个号 在前面的括里面 我们以对料生成的过程 进行了介绍 我们说 料的生成包含了原料的生成 这就是圣小球的绿鉱 包含了中料的生成 这就是圣小管 对原料的进行的处理 这个处理也就是通过肾小管的重吸收 以及肾小管的分泌 最终形成排出来的中料 那么料液的生成的过程 它不仅仅只是为了排除料液 排除废物 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作用 那就是它根据机体的内环境的变化 发生相应的改变 从而维护内环境的稳定 那料的生成是如何的依据内环境的变化 来参与内环境的稳定 那么这个过程就需要机体一系列的调节过程 对料的生成各个环节进行调整 所以在这一节课里面 我们将和大家一起讨论料生成的调节 料生成的调节包含自身调节 神经调节 体液调节 首先我们和大家一起讨论肾脏的自身调节 自身调节是不依赖于神经体液因素的调节 那么第一个因素是剩小管液 溶子浓度对吊生成的调节 某种原因 如果剩小管腔里面 小管液里面的溶子浓度增加的话 将会影响到对水的重吸收 在前面的内容我们已经知道 水的重吸收是取决于小管液与小管周围的组织液之间的渗透压差 那小管液里面的溶子浓度的增加 势必降低小管液与管腔周围组织液的渗透压差 势必导致渗小管对水的重吸收的减少 那么这种由于溶子浓度增加 所引起的渗小管对水的重吸收的减少 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尿量增加 我们称之为渗透性力量 osomotic dialysis 这是我们说的渗透性力量 那这种渗透性力量 在临床上面带来一些很明显的作用 比如说我们想问大家 在前面的生物化学过程里面 我们都知道 糖尿病的时候它有三多一少 其中一多就是料多 为什么料多 为什么料多 因为它血糖浓度高 高于尽端小管对葡萄糖的重吸收的 那个盛糖浴质 所以有一部分葡萄糖在盛小管 尽端小管不能重吸收 所以它就会导致小管液里面渗透压的增加 从而导致对水的重吸收的减少 从而导致料量的增多 在前面我们也知道 这个盛小管对水的重吸收的改变 它是对于料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有一个数字就足以证明这么一个问题 比如说当原料里面180升 然后从中料里面1.8升 也就是说液体水被重吸收了99% 排出来只占1% 如果某种原因 对盛小管对水的重吸收降低1% 从重吸收率的98%降到99% 这个重吸收的量 这个率降低并不多 自轻微的降低 但是中料的量将从1%增加到2% 也就是说从1.8升增加到3.6升 所以我们说盛小管对水的重吸收的轻微的变化 将会引起料量的极大的变化 大幅度变化 因此我们说 谈料病的病人为什么会出现多料 就是因为小管液里面 溶子浓度增加 所引起的对水的重吸收增加 对水的重吸收减少 这个我们称之为渗透性力量 在临床上面 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原理来对病人进行脱水 如果某一个病人集体里面水多了 我们必须要赶快把他的水排掉 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就是给病人注射甘露醇 注射甘露醇 甘露醇是一个什么样的物质 它可以滤过 但是不重吸收 所以当它从肾小球滤过来以后 进入到小管液 它又不被重吸收 就使得小管液里面溶子浓度增加 就使得小管液里面的渗透压增加 从而引起渗透性力量 所以甘露醇具有很明显的力量的作用 这是我们给大家讨论了 小管液的溶子浓度 对这么一个重吸收的影响 除此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因素 叫做求管平衡 什么叫求管平衡 也就是说 无论圣小球滤过滤是增多还是减少 进球小管它的重吸收的比例 大概就占圣小球滤过滤的65%到70% 这个我们称之为定比重吸收 称之为定比重吸收 那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圣小管 尽端小管对水的重吸收 它是 在 是一个以一个恒定的比例 什么恒定比例 就是说圣小球滤过滤的恒定的比例 来进行重吸收 那 这种现象 我们称之为 球管平衡 那球管平衡 它有什么意义 首先来说说 它有意义 来看一个数字 我们说 正常情况下 圣小球的滤过滤是125毫升 那70%的话 在近段小管吸收87.5 在远端小管的流量 只有37.5个毫升 每分钟 如果某种原因 圣小球滤过滤 从125增加到150 也就是增加的量 是25个毫升 但是在圣小管 它还近段小管 还是重吸收70% 我们就来看一下 到远端小管的量 只有45毫升 也就是近增加7.5毫升 圣小球滤过滤 增加25毫升 到远端小管 通过球管平衡以后 它的增加的幅度 只有7.5毫升 反之 当圣小球滤过滤率 降低25个毫升 从125降到100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通过球管平衡的 这么一种定比重吸收 那么远端小管的流量 也只降低7.5毫升 从这个数据 大家就可以感悟到 通过这么一个球管平衡 它会达到什么效果 尽管圣小球滤过滤 会发生一定范围的 较大范围的波动 但是流到远端小管的流量 是发生轻微的增加 或者是降低 发生轻微的波动 那这就有利于什么 有利于 使得远端小管的流量 保持相对的稳定 有利于使我们在肾脏 对料的排除的量 不至于因为圣小球滤过滤的变化 而发生大幅度的增减 这个对于我们来说 是有利于稳定 有利于稳态 这是我们所说的球管平衡 那球管平衡 它的机制活在 为什么尽端小管 对水的重吸收 保持一个70% 这么一个固定的定比 这是表示尽端小管的一个吸收的模式图 其实在上一次扣里面 我们有一句话 没有给大家说明 在这里 进一步来说明 我们说在尽端小管 对于那的重吸收 它是夸扇皮的 吸收完了以后 它就会排到细胞之间的间隙 排到管周 然后当这里面 小管腔的这个细胞之间的间隙 里面的压力增加的时候 就促进它进入毛细血管 进入毛细血管 这是我们说的 另外请大家注意 我们还谈了另外一句话 肾小管扇皮细胞 近端小管细胞之间的紧密连接 不太紧密 不太紧密 那就意味着什么 既然你这里面压力增高的话 可以向这边走 它也可以向这边走 也就是说 它可以发生一部分的回漏 换句话说 真正吸收到毛细血管的量 就等于整个的 是夸扇皮细胞的重吸收的量 减掉回漏的量 才是真正进入到毛细血管的量 那么回漏的量的多少 又受什么因素的影响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某种原因 比如说在肾小球血降流量 是稳定的 在那么一个前提下面 如果某种原因 导致肾小球的 滤个率的增加 血降流量是稳定的 滤个率增加了 也就意味着 滤个分数增加了 滤个分数增加 必然带来两个结果 一个结果 就是肾小球毛细血管 胶体渗透量会进一步增大 因为滤个分数增大了 将会我们正常情况下 滤个分数19% 那也就是说 血降蛋白 毛细血管内的血降蛋白 被浓缩19% 你现在滤个率增加了 滤个分数增加了 你比如说增加到30% 那就意味着肾小球 毛细血管里面的血降蛋白 将会被浓缩30% 胶体渗透量会进一步增高 这是第一 第二 滤个分数的增大 将会导致肾小球毛细血管里面的血降量 被大量的滤出 肾小球毛细血管里面的压力 将会下降 因为它血降被大量滤出了 那么同样的道理 从肾小球毛细血管流出来以后 它会进入到肾小管周围 第二次形成肾小管周围的毛细血管压力 所以肾小球那个滤果分数的增大 将会导致肾小管周围毛细血管里面的压力下降 因为在毛细血在肾小球毛细血管有更多的滤果 所以这个地方的血量就会减少 所以这个地方压力就下降 还可以导致广州的毛细血管里面的胶体渗透量增高 因为被更多的浓缩 所以这两个因素都将导致什么结果 组织业进入到毛细血管增多 组织业进入到毛细血管增多 那也就是说从这里回漏将会减少 所以当滤果肾小球血降流量是稳定的情况下面 你增加肾小球滤果滤 那么肾小管周围的重吸收也将增加 反之你降低肾小球滤果滤 肾小管周围的毛细血管里面的压力会增加 交际渗透量比正常要低一些 那么对水的重吸收 组织业进入毛细血管的水就会减少 从这里回漏将会增多 所以我们说无论肾小球毛细血管 肾小球的滤果滤是增大还是降低 那么毛细血管周围 肾小管毛细血管周围的压力将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从而影响它对肾小管的重吸收的量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定比重吸收 从这个定比重吸收我们会看到 实际上是一个纯物理现象 是一个纯的物理现象 它不需要机体产生相应的调节 它只是绿果多达毛细血管要下降 绿果多达血管蛋白被浓缩 所以胶体身体要被增加 那在这么一个肾小球与肾小管之间的相互作用里面 除了刚才我们讲的球管平衡以外 这个球管平衡指的是什么 肾小球滤果滤的改变 影响肾小管对近段小管 对水的重吸收量的改变 反正保持70% 那在前面我们还学了一个什么 管球反馈 管球反馈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 当流经肾小管的小管液流量增加的时候 它反过头来会移植 会导致肾脏的欲求动脉的收缩 会导致肾小球滤果滤的降低 那这是涉及到一系列的调节过程 它一定要涉及到致命般对那的感受 涉及到肾素的释放 涉及到肾小动脉的收缩 这是我们讲的是管球反馈 管球反馈是一个负反馈过程 如果某种原因肾小球滤果滤增加 会导致肾小管那个地方 致命般的那增加 从而刺激肾肾素的释放 从而进一步导致欲求动脉的收缩 导致肾小球滤果滤的回降 因此我们说球管平衡和管球反馈 他们就这两个现象的存在 就说明圣小球和圣小管之间 成得着相互影响 这样的话共同维持 律果的稳定 重新收的稳定 达到保持料量的稳定 这么一个目的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因素 自身调节 除了自身调节以外 我们还有神经调节 对于料生成影响比较大的 是胶感神经 胶感神经通过十番去甲散腺素 会引起入球动脉的收缩 会引起圣小球滤果的减少 入球动脉一收缩 圣小球血渐流量会减少 入球动脉的收缩 会导致毛细血管压胆下降 最终导致胜小球滤果的减少 胶感神经兴奋 还会导致球盘细胞分泌 肾素施放增多 通过促进胜素的施放 而肾素的施放 又会影响到血管紧张 数二代生成 从而导致血管的收缩与收张 除此之外 胶感神经兴奋 还可以直接促进胜小管 对肾小管来说 它会促进进求小管和水盘 对纳水的重吸收 那也就是说 胶感神经兴奋 除了前面这两个因素 是影响肾小球的滤果 通过收缩血管 影响肾小球的滤果以外 它本身也促进进求小管 以及水盘对纳水的重吸收 也就是说 它还可以直接影响肾小管 对水的重吸收的过程 从而共同维持着 参与尿的生成的条件 那问大家一个问题 胶感神经兴奋 尿量将会怎么样 将会减少 为什么减少 第一 血管收缩 血管收缩 两个因素 虚假肾线线索的作用 以及肾速 施放增多 由此导致的血管紧张 速的增多 另外 对于肾小管 直接促进它 对纳水的重吸收 OK 大家想过一个问题没有 为什么在运动的时候 尿量是明显减少的 原因就是 在运动的时候 胶感神经极度的兴奋 其结果 肾小球的滤个减少 肾小球的重吸收增加 当然尿量减少 体液因素 在体液因素里面 我们涉及到三种极数 看力量极数 肾速血管紧张素全骨酮 和心防拿尿态 我们首先给大家讨论 看力量极数 看力量极数 大家并不陌生 它是由下球脑的 四扇和石盘核 所产生的 然后再通过它 下球脑垂体足 运送到神经垂体 然后储存在神经垂体 然后再从这里释放 所以无论是下球脑病变 还是神经垂体病变 都将导致 看力量极数的分泌减少 看力量极数有什么作用 这个大家 我们在存款系统里面 已经给大家讨论过 第一 它可以导致血管收缩 作用于微一受体 导致血管收缩 所以又叫做血管生压数 第二 可以增加集合管 远去小管 集合管 对水的通透性 导致水的重吸收增多 尿量增多 因为在远去小管 集合管 对水的重吸收 它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它的这个地方的通透性 对水的通透性 而对水的通透性 实际上就取决于这个地方 管强膜上面 水通道的多少 看力量极数 可以促进 这些沉对南袍上面的 水通道到管强膜上面 如果没有看力量极数 那么这些管强膜上面的 看力量极数 它就 这些水通道 它就会通过入包的过程 重新进入到西巴勒 所以它调节的是管强膜上面 对水通道的多少 从而决定了 它对水的通透性 这个在前面的教学里面 我们已经学习过 除此之外 看力量极数 还有第三个作用 它使得激活管 内水质激活管 对料数的通透性增加 还可以促进水盘生质出端 对氯发纳的重吸收 OK 那么大家注意一下 它增加激活管 内水质激活管 对料数的通透性 促进水盘生质出端 对氯发纳的主动重吸收 它会带来什么的影响 我们说料数的通透性 它是料数是内水质高盛形成的 两个因素的质疑 所以你提高了料数的通透性 也就促进了料数 在水质高盛里面形成中的作用 而我们也讲到 水盘生质出端 对氯发纳的主动重吸收 它是渗水质高盛形成的原动力所在 这是最关键的地方 你促进了它 也就是说促进了内水 整个渗水质高盛的形成 所以堪力量急速它的作用 它会增加料数的通透性 促进水盘生质出端 对氯发纳的主动重吸收 从而加强内水 整个水质高盛梯度的先例 因此堪力量急速具有很强的 堪力量作用 原因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它可以加强水质高盛的形成 因为水质高盛的形成 是促进水重吸收的动力 第二 它可以提高激活管 对水的通透性 你有渗透压梯度 如果没有水通透性 那也不成 所以它从两个角度 无论是通透性的方面 水通透性的方面 还是管内外的渗透压差 也就是高盛梯度的形成方面 它都有促进作用 所以堪力量急速 具有很强悍的堪力量作用 那堪力量急速 在什么情况下分泌增多 在什么情况下分泌减少 这种堪力量急速的 分泌的变化 有什么样的生理意义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是这样的 表示一个人喝一身清水 就是蒸馏水 在喝了以后 它的料量的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 当喝了一身清水以后 在一个小时左右 它的料量达到峰值 然后在两个小时左右 这个料量就恢复正常了 也就是说该排的水都排掉了 喝的清水 那现在请问大家 你想象一下 当我们喝一身清水以后 为什么料量会增加 为什么料量会增加 你认为是什么原因 很自然的 我们会想到 因为喝了一身水 这些水被重吸收了 所以我们的血量增加了 是不是 血量是增加 所以血量增加 当然集体为了恢复正常的血量 肯定要排水 料量要增加 OK 是不是血量的问题 那有人在这个实验里面 再做了另外一步 这一步是什么 像同样的人 他喝一身 绿发辣 就是生理盐水 一身生理盐水 发现在两个小时左右 它的料量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一身生理盐水 它也面临着一个吸收的问题 也面临着同样的血量增加的问题 为什么料量不相应增加呢 所以我们得取一个结论 不是血量的问题 而是其他 其他是什么 血液是否 它的渗透牙是否发生改变 我们知道在等生农业里面 你加清水 它一定会变成低生 它会被稀释 但是如果在等生农业里面 你加等生 它还是等生 是不是 比如说 0.9%的绿发辣农业 你加清水进去 它一定低于0.9% 0.9%的绿发辣农业 就是生理盐水 就是等生 如果你在0.9%的绿发辣农业里面 你再加0.9%的绿发辣农业 那它还是0.9%的绿发辣 它的渗透牙没有变法 这就是这样的 当我们喝清水了以后 我们的血液就被稀释了 融资被稀释 它的渗透牙就会下降 渗透牙一下降 就会引起堪力量激受 分泌的改变 分泌的改变 我们说 影响的因素 血浆晶体渗透牙 当大量饮清水的时候 血浆晶体渗透牙 就会降低 它就会刺激下丘脑 那个地方有一个渗透牙感受器 它感受到的这种渗透牙的下降 看力量激受的活程 时分就会减少 料量就会增强 这种现象 我们称之为水力量 water dialysis 水力量 前面我们说了一个渗透性力量 现在我们又学了一个水力量 这是我们说的影响的因素 那堪力量激 活水了以后 渗透牙下降了 是不是会导致堪力量激受的分泌呢 发生改变呢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 这是横坐标 表示的是血浆的渗透牙 重坐标表示的血浆的堪力量激受的浓度 我们就会发现 当血浆渗透牙增高的时候 堪力量激受分泌增加 当血浆渗透牙下降的时候 堪力量激受分泌减少 正常人的血浆渗透牙 大概在300左右 这是290 这是310 大概在这个水平 那也就是正常人在血浆里面 它已经在刺激堪力量激受的分泌了 血浆里面保持一定浓度的堪力量激受的水平 这是我们说明的第一点 然后我们再来说第二点 除了血浆晶体渗透牙 会影响到堪力量激受的分泌 还有没有第二个因素 再来看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 重坐标表示的是堪力量激受的浓度 横坐标表示的是血量的改变 这个血量的改变是血量的减少 这里血量减少0% 那就是没有减少正常对照 血量减少5%10%15%20% 那从这里我们会看到 当血量减少15%20%以后 血浆的堪力量激受急剧增加 但是血量减少5%之前堪力量激受的浓度 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变化 首先从这么一个实验结果 我们会得取什么结论 结论之一 血量的减少会导致堪力量激受的分泌增加 结论之二 血量减少要引起堪力量激受分泌的减少 也不是说血量任何减少都会导致堪力量激受分泌的相应增加 它需要一个预知 需要一定的减少到一定程度 这个程度是多少 5%到10% 只有血量减少大于5%到10以后 堪力量激受才会相应的增加 这个与我们所说的 血浆晶体渗透压对堪力量激受的影响是不相同的 堪力量激受 晶体渗透压的改变 只要改变1% 堪力量激受分泌就会大幅度的变化 而血量的变化它需要把变化要大于5% 也就是它要实血5% 10%以上才会对堪力量激受的分泌才有影响 那在这个图上面我们至少能够说明这些 那我们把刚才的问题做一个小节 这种血量对堪力量激受的影响 它是敏感度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 它需要下降5%到10%才会有效 它为什么会促进堪力量激受的分泌呢 因为有一个容量感受器 在损患系统里面我们学过有一个心肺感受器 它比如说在肺胀的血管上面 在心肺上面 那么这些心肺感受器 它所在的位置都属于压力比较低 属于低压感受器系统 而我们讲的颈动的斗 主动的弓 那是属于高压系统 那在这个心肺感受器上面 有一些可以感受血容量的变化 但血容量增加的时候 比如说又心繁的就会扩张 心繁一扩张就会刺激这些容量感受器 通过刺激容量感受器 它就可以影响到传入冲动 最后对下丘脑看电脑极数分泌 带了一系列的影响 你比如说血容量降低 那么感受器所感受的血量就会减少 其结果传入冲动 对于下丘脑的移植就降低 所以看电脑极数分泌增加 那反过头的血量的增加 将会减少看电脑极数的分泌 这是我们说的影响看电脑极数分泌的第二个因素 血量 那除了血量以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因素影响看电脑极数的分泌呢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曲线 重坐标表示的是看电脑极数的浓度 横坐标表示的是动脉血压的变化 大家注意这个横坐标坐标跟我们刚才讲的有一点反 它这里你0%在这里 也就是这是正常值 往这边走是指的是下降10% 动脉血压下降10% 下降20% 下降30% 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动脉血压的下降 看电脑极数的分泌早急剧增加 因此我们得取另外一个结论 影响看电脑极数分泌的第三个因素 动脉血压 动脉血压是怎么引起的 当然是压力感受器 当然是压力感受器 那就是紧这么斗 走这么攻 压力感受器 当动脉血压下降 当动脉血压下降的时候 对压力感受器的刺激就减弱 那么这种刺激的减弱 那对于下丘脑的 那么一个看电脑极数的分泌的移植 就降低 所以看电脑极数分泌增加 反之当动脉血压增加 刺激压力感受器 那么这种全入冲冻 就会一致下丘了看电脑极数的分泌 从而使得看电脑极数分泌减少 这是我们说的看电脑极数的分泌 它有这三个因素 把这三个因素讲完了 我们再来说 为什么这些变法需要看电脑极数来变化 打个比方 为什么血浅晶体身体要增加 我需要看电脑极数分泌增加 原因是什么 当血浅晶体身体要增加的时候 看电脑极数分泌增加 一定带来的结果就是对水的虫吸收增多 带来的结果是水的虫吸收增多 就一定会对于血浅晶体身体来说 就可以上到回落 回到什么水平 回到正存水平 如果某一个原因 比如说大火水 大量饮清水了以后 血浅晶体身体要下降 那这个时候我看电脑极数分泌减少 看电脑极数分泌减少 它就促进对水 使远去小管对水的虫吸收减少 虫吸收减少 当然料量增多 排水增多 排水增多 带来的结果就是 血浅晶体身体压就会回升 所以从这个结果 我们就会发现 血浅晶体身体压的变化 属于引起的看电脑极数变化 或由此引起的血料量的变化 最终是为了恢复它的晶体身体压 使经体身体压向相反的方向回落 或者是回升 同样的 当血量减少的时候 为什么看电脑极数要增多 很简单 当血量减少的时候 看电脑极数的分泌增加 将有助于肾小管对水的虫吸收 那么肾小管对水的虫吸收多了 料就少了 实际上就保留了更多的水 在血管里面 保留了血浅的量 这样的话将有助于什么 血量的恢复 所以同样的道理 当血压下降的时候 为什么需要看电脑极数分泌增加 还是一样的 看电脑极数的分泌增加 对于血压来说有两重意义 第一重意义 看电脑极数它有收缩血管的作用 你血压下降了 我看电脑极数多 收缩血管 所以外周阻力增大 血压回升 第二重意义是 血量的恢复和保留 因此有助于血量的恢复 血量的恢复又有助于血压的恢复 所以我们想想 所有这些东西 机体的调节 都是为了一个字 Homostasis 就是稳态 当你降了以后 它就怎么想办法升上来 当你高了的时候 它要想办法把它降下去 就是要为了维持稳态 所以我们说 肾脏在内环境稳态中的维持 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这里我们充分得到了体现 还有其他的因素 那么其他的因素 你比如说有看电脑极数分泌增加的因素 你比如说我心的时候 疼痛的时候 低血糖的时候 你比如说马菲拉等等 它都可以促进看电脑极数的分泌 而酒精它会移植看电脑极数的分泌 这是大家常常碰到一种现象 喝酒的时候常常会尿量增加 原因之一 我们真的说原因之一 它影响了看电脑极数分泌 当然喝酒还有其他的因素 可能改变尿量 第二个系统 肾素血管紧张素全固同系统 肾素血管紧张素全固同系统 这个大家并不陌生 并不陌生 大家可以看到 在球盘细胞或者进球细胞中下 它分泌 肾素 然后肾素使得血管紧张素圆 变为血管紧张素1 变为2 变为3 这个大家在存款系统里面已经学过 所以大家都很了解 那么在这里面有两个因素会影响我们的料液的生成 第一个因素血管紧张素2的作用 第二个因素全固同的作用 全固同的作用 这两个因素都会直接的改变肾脏的料的生成过程 那我们下面就给大家讨论这两个因素 首先我们讨论全固同的作用 全固同来源于肾三线皮脂球钻带 它的作用是保拉保水拍加 为什么保拉保水拍加 因为全固同它是一个摘体类极素 它可以进入到与细胞内的受体结合 然后调节细胞核的基因的转路 使得某些蛋白质活成增加 那么这些蛋白质在全固同的作用下 属增加的这些蛋白质 我们称之为全固同诱导蛋白 就是由全固同的作用 还产生的这些蛋白质 那这些蛋白质分别具有什么作用呢 这个全固同诱导蛋白不是一种蛋白质 是有很多种蛋白质 那它分别扮演什么的角色呢 第一个角色 这些蛋白质它可以是管缺膜上面的纳通道 管缺膜上面的纳通道 那么纳通道在这里多了的话 当然有利于纳的吸收 第二个 它可以是线粒体上面的 与ATP生成有关系的一些酶 所以全固同多了的话 这些酶多了 ATP生成就会增加有利于功能 第三个因素它是辣甲泵 那也就是这些全固同诱导蛋白 这是辣甲泵 有一部分就是辣甲泵 辣甲泵是怎么作用 它可以促进对辣的吸收 促进对胰的分泌 从而导致保蜡 保水 排加 好了 那从这些方面带来的结果 那就是圣战对水的吸收 对辣的吸收增多 由此导致对水的吸收增加 由于促进了辣甲泵的活动 由于促进了这么一个地方 对辣的通道性的增加 我们说了 这个辣的通道性的增加 会带来什么结果 促进辣的吸收 这里是辣通道辣的吸收 那么辣的吸收增加 就会使得 辣顺浓度差 扩散经过通道 精语细胞 就会使得管前里面带负点 这是远端小管的后端 会出现这么一个问题 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跟大家说过 好了 那么全固同的分泌 它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那就是血管紧张素的影响 血管紧张素二 血管紧张素三的影响 这是第一 血管紧张素二三的影响 我们就不说了 因为我们待会还会说 下面全固同的分泌 还有第二个影响因素 就是血加血纳的影响 当血加降低的时候 血纳增加的时候 它会对血加带来一些影响 你比如说 当血加 讲反了 当血加增高的时候 当血拉下降的时候 会促进全固同的分泌 那么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我一个人 血加高了的话 集体为了保持血加正常 必须要排甲增多 那怎么去排甲增多 那就只好刺激全固同的分泌 通过全固同来保拉排甲 如果某一个人血拉下降的话 集体要加强对拉的吸收 那怎么加强 血拉下降 刺激全固同的分泌 保拉 拉的吸收增加 所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 血加的增高 血拉的下降 它也会刺激全固同的分泌 这个不需要通过 腎素血管紧张素系统 直接作用的结构 这种直接作用的结构 就是为了维持血拉 血加的相对稳定 血加多了 全固同分泌争动 排甲 血拉低了 全固同分泌争动 保拉 一句话 为了维持血液的这么一种 化学成分底相对稳定 这也是为了维持Homostasis 内环境的稳定 这是我们所说的 全固同的作用 了解完了全固同的作用以后 那我们还得说说 肾素血管紧张素的第二个系统 第二个物质 那就是血管紧张素二 血管紧张素二 强烈的收受血管 那它对尿生层有什么影响 对尿生层的影响 第一个 全固同的分泌增加 保拉保水排甲 这个不说了 因为已经说过N次了 第二 它对于进球小管 对绿化纳的重吸收 也有促进作用 所以血管紧张素二 它对于纳的吸收 也有直接的作用 血管紧张素二 还可以使得下秋了 看力量急速的分泌增加 那么看力量急速的分泌增加 就促进了对水力重吸收 因此血管紧张素二 它可以直接促进对水的吸收 也可以间接促进对水的吸收 这种间接 那在于什么 在于两个方面 一个是全固同的分泌增加 保拉保水 还有一个促进ADH 看力量急速分泌增加保水 因为看力量急速分泌增加 主要在于保水 主要在于保水 这是我们说明的 血管紧张素二 它会给我们带来一系列的影响 那在胜素血管紧张素系统里面 有个最关键点 那就是胜素的分泌增加 只有胜素的分泌增加 才会有血管紧张素二的增加 才会有全国同学增加 那胜素的分泌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胜素的分泌受两个因素的影响 一个是胜内的因素和胜外的因素 胜内的因素有两个感受器 在调节胜素的分泌 哪两个感受器 一个是在欲求动脉上面 有一个千丈感受器 一个是在致命斑那个地方 有一个化学感受器 致命斑就是一个辣的感受器 好 那我们来说说 这两个感受器 它都会影响到胜素的分泌 当入球动脉压力下降的时候 入球动脉里面压力下降 它就会使得入球动脉血管 口径就会变小 入球动脉血管的口径变小 对于入球动脉上面的 千丈感受器的刺激就减弱 所以它会引起 看力量激素的分泌增加 可以导致看力量激素的分泌增加 第二 致命斑的 流经致命斑的 蜡的改变的时候 流经致命斑的蜡的减少 它也会促进胜素的分泌增加 那从这里我们就会看到 你比如说 当 肾小球血流量下降的时候 肾脏的血量减少的时候 肾脏的血流减少的时候 它会导致 就会刺激这两个感受器 一个 它是通过什么 通过对于入球动脉的 千丈感受器的刺激减弱 肾素分泌增加 而肾脏的血流量减少 一定带来的结果是 滤过减少 一定带来的结果是滤过减少 滤过减少 一定带来的结果是 流经致命斑的蜡就会减少 流经致命斑的蜡就会减少 那其结果就是 肾素的施放增加 那就会导致肾素的施放增加 再来 除了刚才我讲的肾内机制以外 我们还有肾外的机制 那就是神经作用 交感神经兴奋 作用于进球细胞上面的β受体 它会促进肾素的分泌增加 就会促进肾素的分泌增加 好了 那下面问大家一个问题 大家问大家一个问题 当大出血的时候 肾素分泌有什么样的改变 大出血的时候 肾素的分泌这个改变 它的影响肾素分泌的 这个改变的途径有哪一些 它的基本的机制有哪一些 请大家下课的时候思考一下 我们下一节课再来回答这么一个问题 好 这一节课我们先到这里 这样子结束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